大家好,今次很無聊 介紹這條馬幼 在鹹魚街買的 這條馬幼就來 根機 又如何處理呢? 通常有幾個處理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切開一段段 就是這樣 大約這麼粗 就用來浸油 浸在油上 這次我會用來 起肉 切完肉 因為我用來做 這個叫做什麼 XO醬 XO醬 不容又失 因為我這次也是給別人的 平時我就用一些 瓶裝的馬幼 這樣就把魚骨切出來 這條骨 我通常是不要的 你可以先把頭切出來 這些要有肉 待會再處理 盡量不要濕水 因為我們要 有兩個做法 一個浸油 一個是炸的 可以先炸 正常是浸油 就先把骨頭切出來 先把骨頭切出來 找一條粗骨 先把骨頭切出來 慢慢把骨頭切出來 現在是起骨 現在是起骨 有很多 起肉 起肉 接著比起骨 要瓦 抓住 去骨頭 組成 弱 不同 絲 這就是梅香的芋芋 一直慢慢起 這些肉是刮花出來的 一會刮花出來 這就黏得很細 不要急著,不要讓魚刮到 因為 因為 最好沒有這些手套,只要戴菊花牌手套 如果不懂這些,就買那些一塊一塊 簡單一點 回來後,就馬上處理 不要整條放在那裡 因為烏鷹進去會很嚴重 以前廚房,有些就這樣釣在那裡很喜歡 不通有一盒沾油 有些茶餐廳不懂 有些肉 茶餐廳不懂 就這樣釣在那裡 不知道怎麼釣在廚房裡 釣一排或者一頭半個月 應該很嚴重 就這樣釣在廚房裡 有機會不要 為甚麼呢 因為烏鷹進去鏟 很嚴重 很恐怖 慢慢撕出去 發生了 有些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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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廚房裡 放在去 竹筒 放在廚房裡 放在這裡 放在廚房裡 一盒 放在廚房裡 交流 放在廚房裡 都要廚房裡 你喜欢刮一下,但很少 喜欢刮一下,慢慢摸骨 不再说,刮一下刮 刮一下刮骨 刮一下刮一下刮刮 刮碎,刮更安全 切到很小粒,就算有骨粒也不會粒小 我先切一下這些 我想未必會有成條玩,這麼瘋 可能要開一半,籃子也有骨粒,要慢慢切出來 切出來,還有些肉,用刀刮一下 因為我這些是做鹹魚粒的,我不會成舊就這樣吃 所以這是做鹹魚粒的做法 要成舊就切了一片片,刮一下再說 切些東西,要收拾些骨粒,繼續說一下 籃子的位置很難切 現在的魚粒是怎麼切的 骨粒是怎麼切的,就不切 除了吃,現在是切骨粒,就不切 因為我怕這裡太多骨粒 或者是留作鹹魚,蒸肉餅 通常我這裡也會切肉 已經關掉了廚房門,窗 都已經引了隻烏鷹來,很恐怖 所以要出戰速決,搞定這堆東西 然後就要,這些皮我不要 我攬這個位置我都不必要 我就這樣掃一些,掃一些肉出來 我就需要這樣掃,如果你有時間掃 如果你說我不吃這個位置的 那你就把它丟掉,一瘦就不停丟掉 是這樣的 你不要以為整個鹹魚粒吃掉 譬如,我就不會用來煲湯 魚味這些不好用 這些骨粒就不要了 這些骨粒我就不要了 你喜歡,譬如有人吃的 你就蒸來烏一下它 我就不會蒸這些吃 我對這些沒什麼興趣 基本上,我會用來做什麼呢 我會用來做什麼呢 通常用來做XO醬 我會用來做鹹魚雞肉炒飯 或者是鹹魚炒菜 就是鹹魚粒炒芥蘭 就是鹹魚粒炒飯 這個骨粒是鹹魚粒 你可以把它切下去 這裡呢,就 剁一幾下 你摸一下有沒有骨粒 有時候你怕走漏眼 就剁一幾下 這些是融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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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粒是怎樣切呢 我介紹一下 這些是肉來的 骨粒是骨粒去掉 骨粒就不用切太大粒 這就是骨粒 有骨粒的聲音 這裡有骨粒 還未去 差一條魚骨 那又要去一點 因為它的骨粒黏了 很難找的 有些是帶骨粒 真的用手摸 我跟大家說過 切得很細 就算是骨粒 你也不會把骨粒 你說很害怕 那你就把多些肉 沒所謂的 不要太大粒,我建议,因为很危险 可以捏皮 小粒少少 这样倒油进去浸就行 又或者可以先炸,有两个做法 切成小粒,肯定不会有骨 肯定有骨,肯定骨一定切断 就不会接骨 只有1cm,骨骨怎么接骨 这样就完成了,如此类推 一定要浸清楚有没有骨 如果你是浪,我很怕那些,扔掉 我连皮都不要 慢慢玩 这些用来做XO漿 因为XO漿要拆烂它 咸鱼是拆烂它 我不会认XO漿,像我说过 看不看不看就算 如果你要研磨饭,就买硬些 买硬些来做 執肥就会好些 就说完了,下油的时候再说一下 慢慢翻一下 继续完成了,有多少肉? 拆烂了三大马斗 这些比较碎的 这些用来做XO漿 安全起见,用手自己摸 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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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块E来的,那一块E 都不怕 摸清楚它 用手来摸 这些都不是骨 那些粒是硬的位置 可以扎出来 最后我的皮也不要 最后我的皮也不要 不可以跟我学,可以吗? 没所谓 我的皮,骨 最后有些 有些滑一点的位置 这些位置 我都不要 也有这么多 这些全部是肉 没有骨 切碎了 如果你硬些来切 它浸到油已经脹了 这些都没有 那你只想一下 这些是贵的 这就完成了 这有两个做法 一是倒油下去浸 浸过面 就完成了 用一个瓶子进去 一天就炸了它 看看是否有效 这些我用来做XO漿 我要真空冰箱 过一段时间才会用 过一段时间才会用 给大家分享 我这个XO漿 最后呢 我会用这些虾米 这些尺虾米 那我用了一个 这个是爪子威 去骨 用爪子威来用 即是 在金华火腿里面 这个是上肉最美 最美的肉 那我用来做这个XO漿 通常这个肉呢 就不是做XO漿 通常会连皮 人们会连皮 切块一块一块 长方形的薄片 用来做麒麟的 那我就用来做爪子 这个爪子威要做XO漿 这就证明我XO漿 是用料的上刺 这样搞定了 记得了咸鱼 我用个瓶子 因为我没有瓶子 我要拿回瓶子 才有些瓶子 我才进去 我免得去买 那我先用一个袋子 放在另一个冰箱 放在另一个冰箱 我有一些冰箱 那冰箱是用来 专冰冰箱的东西 就是咸濕的东西 不是用冰冰箱 就是另外一个冰箱 放在另一个冰箱 我用来专冰箱 海鲜 这些咸濕的东西 用来冰箱 冰箱 看看是否应该再说 就完成了 那继续讲一些咸鱼 那咸鱼呢 那咸鱼呢 我其实放在冰箱 冰箱 是冰箱 那就 那这个瓶呢 就是普通的瓶 这个瓶 要记得 这个瓶也记得 如果你入了鲜鱼之后 你不可以再质其他东西 那种味道很厉害 再洗都洗不完 你最好用一些 就是准备 用一次不用的瓶 这些瓶我都消毒过 即洗过六个 即洗过六个 然后也进入 有些可以炸掉,但我覺得不要炸,因為我會吃這堆東西 可能我吃超過一年以上 最後我進去,但它會封死口 再放保鮮袋、密室袋 放冰箱的下格 給大家看一看 大約滿就夠了,不要壓得那麼緊 鹹魚,用普通油就可以了 最後你還是要吃下肚子的油 你喜歡用什麼油就可以了 很簡單,是普通油來的 然後倒進去 不要壓它,最好浸過面 鹹魚最好只有八成五碗就夠了 大家等一兩個字,就蓋上蓋了 等鹹魚裡面的空氣出來了 這樣就搞定了 就領著蓋,寫一日期 放冰箱一年來,肯定沒有問題 肯定沒有問題 這樣做法 這個做法一定沒有問題 一年以上是沒有問題的 還要放冰箱 如果不放冰箱 我想一年內就要吃掉了 因為你家裡始終有一個溫差 你放一個廚房 或者陰涼的位置 或者你住的地方很陰涼 那就OK的 下次我再炒個鹹魚,一粒炒飯再跟大家說 那就搞定了 最好寫日期 譬如今年是二年八月的 就寫二年 二零二二八月就可以了 那就搞定了 你要用的時候,就不出去用 好,拜拜